作为一个对美食有着独特追求的人 好是敏锐地察觉到 拍美食短视频是个不错的出路 于是他索性放下了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寻找野味上 关注原始质朴的烹饪方式 用记录的形式拍美食视频 分享在新媒体视频平台上 最逗的是 为了做猪排烧烤 他跑到山里 亲自宰了一头猪 为了吃碗 有蟹黄的蛋炒饭 他甚至跋山涉水 到阳城湖抓了两只大闸蟹 依此 为了拍摄制作海鲜粥的过程 好时划着一个自制的小木粥 到一个摊土里 抓主粥用的小虾小蟹 摊土吸附力比较强 他差点连人带船就陷进去 最后 他把一只脚放在粥上面 一只脚用力地往后蹬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 才完成了这个 不过几秒的镜头 由于拍摄地点 都是在户外山间 长时间的风吹日晒 让小哥皮肤愈发的有黑 拍摄期间受伤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因为好事 在寻找野味的过程中 不惧危险 这个身体强壮的像特种兵一样的大男孩 因为同荒野求生中的贝爷一样 特别能折腾 还被网友誉为中国乡土版的贝儿 对在农村长大又爱下厨的好事来说 就地取材做各种美食是手到擒来 叫花鸡 炸汁料 烤串 排骨 野鱼汤 想吃啥就做啥 好事每一期寻找山野美食的视频都很有趣 他天生幽默 每次出镜从不掩饰自己的酒 喝茶的时候被烫到 抓鸡的时候鸡飞狗跳 仿佛一出搞笑的墨剧 最逗的是 从寻找食材到做饭的整个过程中 他从来不说一句话 只有大自然和烹调食物的声音 食物做熟后 好事脸上就会流露出期待的神色 他津津有味的吃着 稀溜稀溜 巴达巴达 度人的演绎 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早就胜过了千言万语 好事的视频一般十分钟左右 全程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 他说 一开始并没有交流的对象 就没有说话的必要 后来就一直保持了这个风格 好事长得让人很没有压力 厚嘴唇 浓眉 单眼皮 略为有黑的他 拍摄的视频也很接地气 网友们不仅喜欢看他做菜 还爱看他把食物全吃光 看完后 能让人感觉生活就是这么朴实幸福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大家都有些浮躁 或者物欲横流 或者追名逐利 好事说 他就喜欢远离沉销 亲自探索各种美食 这时他就会感到心灵是宁静的 2017年 野食小哥的单条视频点击量平均有500万到600万 最高的一条播放量达到了7000万 同时 好事还展获了金苗奖最佳美食短视频 最佳男主角 以及2017超级红人节十大美食红人奖 到了2018年 好事一不小心就成了全网2000万粉丝的大V 这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意外的结果 他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最孤独的美食家 野食小哥的视频 现在还在分发在A站B站 每拍和今日头条上 全网累积视频播放量超过了百亿 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里 一餐美好的食物能够带来美好的生活态度 即使一个人也要郑重而认真的对待饮食 好事的里面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 他用大自然的掩饰与真诚 不仅治愈了网友的胃 还抚慰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心灵 成为网红后 合作方很快就分支他来 好事开始尝试做广告植入 接的第一个广告就是手机 野食小哥拿出手机拍摄夏日风情 然后欣赏一段美好的音乐 展示了手机的拍照性能和音质 没想到这单条视频的播放量 高达了750万 最初接了这个大单后 好事曾经担心过粉丝和广告 无法兼容的问题 怕大家不买账 不过事实证明他想多了 因为粉丝反感的不是广告 而是生硬无趣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 野食小哥的视频里 已经植入了20多个广告 因为都非常的软 画面和内容都非常漂亮 还颇受人们的喜爱 2019年春节过后 还有食品 旅行户外用品 数码产品等广告主 都在找他洽谈合作事项 如今 年转百万对这个90后的男孩来说 早已经不是什么梦想 也许当初他连自己也没想到 靠寻找野食 也能秀出百万财富 其实人生能成功的路有千万条 无论做什么 都没必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专业 首先要自己热爱 然后做出自己的特色 这也许就是好时 实现人生逆袭的秘诀吧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